新加坡中华中学有一部宝特瓶和铝罐压缩机 校方为了鼓励学生使用并且更认识资源回收课题 邀请辞职志工摆设了一个环保摊位 请志工来开讲 志工生动的讲解和展示引起了师生们热烈回响 回收70个宝特瓶制成赈灾毛毯 同学们则则称奇 辞职志工应新加坡中华中学的邀请 到学校为师生们宣导环保回收关联 参加过环保比赛的学生邱家运成了导览的好帮手 环保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你可以知道很多那些零碎的事情 但是别的同学竟然不知道 从小在外婆身教的耳濡目染下 邱家运深知回收瓶罐对地球的意义 因此他每天都自动自发 操作这部瓶罐压缩机 也把握机会向同学们讲解示范 一个汽水罐 其实你循环你可以省下三个钟头的电视的电费 为了更生动示范环保技巧 志工们挂上各式各样的教具 而另一组慈祭志工 则是手拿着夹子垃圾袋 在下云里穿梭 亲自示范垃圾不落地 这一幕弯腰剪垃圾的画面 让环保导师霍家燕深受感动 很感人啊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学生看了之后 他们会学啊 他们会可能有一些 有些question mark 为什么会有外面的人进来 帮我们捡垃圾哦 可是我希望他们看到 最有所感动 因为我觉得环保是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 来保护地球 身为学校环保成员的许明毅表示 虽然身边一些同学 不太关心环保的课题 但他仍然会继续带动同学 将环保行动养成生活的好习惯 大约新闻真正的志工 林志华 黄嘉惠 新加坡报道